韓院长上任了之后 感觉他就直接来了 要抓弊案 他一切都看在眼里 因为立院的有一些成合 他提出了一些警告 罗斯要拴警了 不叫而杀未知虐 每个环节都要注意 有弊案一定处理 结果就来了 包括了像是这个院员之说 有好多事件 感觉起来是不是在立法院 一些亲律职员 刻意有人在弄韩国瑜 那甚至还有包括 我们等会也会谈到的 他去春酒的时候 跟企业街春酒的时候 那个什么 他脸色一变 因为那个威士忌面 他以为是热茶 结果是加了威士忌 这个也很诡异 那么另外还有炸弹性 其实这个周末都有提到 所以这一连串看下来 你就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也有人要弄他 我先讲那个春酒 那个我真的觉得非常诡异 因为一般拿到那个酒杯 你如果说威士忌加水 那我还能可以接受 因为有人这样子做 我从来没有看过 是威士忌加热茶 而且另外就是热的 热茶 对 有威士忌加热茶吗 真的是加错了 可是加错也不太可能 你是原本是威士忌 然后倒热茶下去吗 还是本来热茶倒威士忌下去呢 这都不太 这都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诡异 是不是要有人弄他 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诡异 但有没有弄他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现场才知道 但立法院确实最近是有出一些状况 因为从韩国瑜他在青春团拜那句话 那时候我在现场 我听他忽然讲到 不较而杀为之虐的时候 我忽然 怎么忽然严肃起来你知道吗 因为韩国瑜本来在团拜前面 都是刻刻忌忌 我跟你讲 你现在如果在立法院遇到韩国瑜 感觉他竟然是一个好好先生 你看他在主持议事的时候 如果国民党立委跟民党 陈建仁在直讯的时候 两个吵得不可开交吗 然后韩国瑜就会 时间暂停报告院会 这个时间是由委员和官员共同使用 请大家互相尊重 谢谢 他都讲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他都给你们面子 也许他是觉得 陈建仁你不要一直强话好不好 但是他也是给他面子 就是我没有不点破 但是我讲到这样应该已经 你就知道意思 他都用不点破的方式 那团拜也是这样 前面也都是好好先生 希望我们祈取我们立院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立院的职员们 不教而杀未知虐 他那句话也是讲得很和缓 可是就让你感觉 你怎么忽然讲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背后是有什么事情 结果果然就 就最近都被爆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立法院 在装修的时候 立法院会 那个很夸张 他会推荐三家厂商 当盘子 然后当盘子 这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先澄清 不是你很口 你很小气 昨天是不是 昨天有人 有网友跟我讲 我就是怎么会扯到我 很奇怪 因为我后来我也不是找 那个厂商做 我们也是找其他厂商做 那我们报价 我后来支付的 也是超过立法院 补贴我们 可是这是我的自由选择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跟我讲说 你找这三家 和销比较容易 后来我昨天听柯智恩委员讲 他说他八年前那时候 办公室在装潢 也听到这件事情 他也是不理这个 结果你知道他和销 多久才拿到补助吗 十个月 你有听过 申请补助 申请到十个月吗 对啊 那就是被雕了吧 就很故意啊 就很故意 然后前天有一个记者 他要做这个新闻 因为被平面爆出来 他要做这个新闻 他就打给我 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去我的办公室 拍在装潢的状况 然后我就说好 他说可是那个总务处长要跟你 要跟你通话 我就跟总务处长通话 然后总务处长超凶的 他就是超凶的 然后委员你要给他拍是不是 我说给他拍一下 那他只能拍你的 不能拍其他人的 我想说你跟我讲这干嘛 你跟他讲就好 你跟我讲 他说超凶 那个总务处长听说 以前都没有出 就很少找得到 那一天就 守在中心大楼 就不让记者进去 那人家讲说 韩国瑜讲这个话 是不是就是 讲你总务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意识处也很诡异 真的 意识处 现在大家都讲说 周万来来了 所以意识规则没问题什么什么 可是周万来真的跟意识处的人 意见会完全一样吗 很诡异哦 我讲一个诡异的事情 二月 那时候二月十五号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开议 国民党本来想要 发一个公文叫立法院 说二月十七号的时候 加开一个实案专案报告 请陈建人来 二月十五 说请院长来协商 就二月十六号一大早 民进党就开个记者会说 他们得到立法院的讯息 不会召开草野协商 然后后来我们的书记长 马上就跳出来说 没有这件事情 实际上韩国瑜 有没有召开草野协商 是有的哦 可是为什么立法院的人 可以立刻告诉民进党说 没有这件事情 让他们来打脸国民党 很奇怪 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意识处里面有一些人 他们跟民党关系比较好嘛 何以怀疑就是这样 否则你怎么可以在院长 没有确定事情的时候 直接把讯息发布出去 那这个事情 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哦 以前韩国瑜 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一开始 他里面的人是怎么弄他的 很多政策都还没有定案 甚至于还没有送到 市长那边去的时候 就有内部就有员工 把讯息发给记者 甚至发给民党议员 让他们来打韩国瑜 有时候韩国瑜根本 根本都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被打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有很多里面的人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过去都是游席坤 他在当院长 然后下面其实很多职员 他能够来到立法院 其实多少有些人是运用一些关系 那谁 他们的关系谁会买单嘛 如果是游席坤的话 绿的关系不要买单 所以他们有一些人 自然而然就比较倾向绿的那边 那才会出现这个状况 但我觉得韩国瑜现在就好好前生 但是他讲重的话 不教而杀未知虐 什么意思呢 你再试试看 我已经警告过你 听得懂就懂 如果你再继续做的话 我就会处理你 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真的很奇怪 因为我们以前 常常在酒席间会出现的是什么 是假装喝的是酒 实际上是茶 对 结果他这次想要喝茶 就喝到酒 这个超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有人会不小心把威士忌倒入热茶里头去吗 我不太相信 我是觉得很怪 这个东西当然了 这个恐怕也很难再去查证 因为事过境迁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韩国瑜这次重新回来真的要小心 可能很多人就是对你磨刀霍霍 就要针对你 然后我在网路上看到说 你不要假了啦 然后什么你拿过来喝你怎么会喝下去 你难道闻不出威士忌的味道吗 你放在热茶里头 威士忌的酒味你在那么仓促的情况下 你又不是在品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闻得到 你那喝下去才会感觉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 这也提醒韩国也必须要小心防范 因为包括甚至针对他的这些什么 炸弹的恐吓啊这些东西 这个当然是要去查的 威胁一个国家的立法院长 这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要去查出来 现在听说这个账号是在新加坡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新加坡这件关系也不错 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个 警方的互助去查一下 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也是要去保障 而且他威胁的不只是韩国瑜 还威胁到他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适度的保护 那我也必须讲我们的立法院 因为我跟我们三个都是记者嘛 我们都去过立法院 我们立法院那个保安制度烂到一个底点 那个根本上有跟没有一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 千惠也知道嘛 对啊 基本上我们说真的啦 我常进去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骗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可是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我给他张名片 或干嘛他就让我进去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那个保全是真的非常非常糟了 而且因为立法院那边的选址的关系 他那边也真是太老旧了 所以像刚刚董哥讲那个大怒神电梯 那个已经是不知道多久的事情了 说真的从我还很年轻的时候记者说 立法院就一堆问题 然后到现在还是一堆问题 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 我觉得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签止 就是因为立法院那个地方也真的太旧 现在立法院是民国47年开始使用到现在 所以也真的是该转换 但是这是设备的问题 当然要尽早去处理 如果韩国瑜在他任内能够敲定立法院签纸 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劳 那当然就看他是不是能够赶快进行 但另外一个就是 我认为韩国瑜这次他重新回到政界 然后去担任立法院长 他应该要记起一个事情 就是刚刚袁智也有提到 你上次在高雄当市长的时候 用爱与包容其实是害苦你自己 你当时有多少的消息 你们内部在开会 然后媒体全部都知道 甚至民进党全部都知道 然后就预先在动了很多手脚 韩国瑜这次应该要有警惕 那同样的现在立法院里头有一堆都是 民进党时代留下来 人家在那边主政了八年 这里头一定有一大堆的暗装准备要对付你 我讲跑不掉一定会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真也好假也罢 反正立法院本来内部就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传闻已久 我觉得韩国瑜就是要好好去查 不要去担心人家说什么你秋后算账了或什么东西 不用担心因为担心也没用 因为你不去跟他们算这个账 他们就会跟你算账 这是你跑不掉 你既然要来当这个位置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爱与包容 公事公办就对 什么东西他们在拖延 在像刚刚董哥讲的 一个总务处都给你拽了二五八万的 就整个全部给他换掉 我觉得就是这样干 就是雷厉风行 就是让他们知道现在谁在当家做主 因为这些你不给他一点厉害看看 他们一个一个 你知道公务人员都有那种心态 就觉得我最大 反正谁也动不了我 对啊 你就是要动他们几个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情况不一样 你不这样做的话 到最后他们一定提到你头上来 韩国瑜要赶快去加紧进行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